目前市面上的干参呢 基本上分三种加工工艺 一个呢叫纯淡干 一个呢叫糖干 一个叫盐干 教给大家这个四个小办法吧 我们叫这个望闻问切 我们来看这个海参的外观 好的海参的颜色 其实它是一个灰褐色 或者是深褐色 偏红的一个颜色 包括它背部的这个满天星 然后呢腹部的这个管足 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闻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来闻一闻 这个海参的味道嘛 就是这样闻一下 那么好的海参的这个味道呢 它是一个淡淡的腥味 然后呢带一点点 这个海参的那个鲜的味道 问的话就问问这个海参的泡发率 这个像好的这个纯淡干的海参的话 一斤最少能发到10到12斤 品质再好一点的话 能发到15斤甚至18斤20斤 切的话就是我们把发好的海参 然后呢把它切开看看端面 看看它的这个肉质是否紧实 然后看看它里边的这个内筋 是否是粗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